托克劳是太平洋上的一个群岛,位于萨摩亚以北约480公里处,是如今纽西兰的领土,由南太平洋的三个环郊组成。 总年纪只有10平方公里,人口约1500人。 托克劳没有中央政府,每个环郊都有自己的行政中心。 为了公平取见,三个环郊每年轮流做首都。 接下来问题就来了,托克劳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吗? 答案是,曾经是的。 后来他们反悔了,托克劳曾经被纽西兰政府和托克劳政府一起正式宣布为国家,每三年举行一次选举。 然而,后来托克劳人反悔了,他们两次投票反对自治,要求重新回到纽西兰的怀抱。 2007年,联合国大会再次将托克劳列入其非自治领土名单。 为什么呢? 原因是,托克劳人太穷了。 托克劳一度是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小的国家。 根据美国的资料,托克劳的人均年购买率只约为1000美元,约人民币7000元。 全国的年收入不到50万美元,而支出却为280万美元。 可谓是严重赤字。 而这些赤字,后来完全由纽西兰弥补。 如今托克劳政府,几乎完全依赖纽西兰的补贴。 托克劳人离大陆。 岛上自然资源也缺乏。 农业只能勉强维持自己自足。 椰子是岛上唯一的经济作物。 本来繁荣的金枪鱼捕捞叶,也因为鱼量的减少而困难。 岛上没有过多的动物可以养。 大多数家庭都拥有五头或更多猪。 稍微有条件的人,都移民到了纽西兰和萨摩亚了。 部分托克劳人,依靠他们在国外的家人汇款而生活。 托克劳每年出口金额,只有10万美元。 主要出口邮票,椰干和编织工艺品,也像纽西兰出口食品,建筑材料等。 但纽西兰负责托克劳的全部医疗和教育费用。 每个环郊都有一所学校和医院。 但长久以来,并不是每一所医院都有医生。 托克劳的卫生服务部门,只有一名卫生主任和一名临床顾问。 他们也只能每年在三个环郊之间轮流办公。 这些岛屿既没有道路也没有机动车辆,没有好的地理位置,也没钱修建港口。 船舶每次都必须艰难地锚定在礁石上,以运送乘客和货物。 由于人数少,托克劳与大多数国际体育组织都无缘。 很少参加国际比赛。 他们参加的唯一重要的赛事,就是太平洋运动会。 直到2007年,托克劳才赢得了有史以来的第一枚金牌。 直至今日,已一共获得五枚奖牌。 全部都在草地滚球这个专案上获得的。 当然,托克劳也是有值得称道的地方。 以前岛上居民采用柴油和椰子油发电。 每天只有16小时有电可用。 而现在,他是全世界可赞生能源的领导者。 是世界上第一个一百依靠太阳能发电的国家和地区。 三个太阳能发电站,为三个环郊的人民提供全部电力。 并配有备用电池。 岛上风大。 该系统设计,可承受230公里每小时的风速。 别看托克劳人少,全部面积也没有几个足球场这么大。 但人家一共有两个级别的足球联赛。 两家最好的俱乐部,叫做哈卡瓦和马特莱莱。 甘国足踢一场还不一定能输。